你想吃蚊子吗 镜头前的小女童和妈妈一起坐在皮卡车后座 与长颈鹿近距离接触 没想到下一秒 妈妈突然放声大喊因为长颈鹿低下头来 竟然一口把女童叼了起来 我们停止了吃蚊子 我转过来看外面窗外 我看到蚊子在那里 然后她就抓了她 我没有看到她 这惊险一幕让坐在前方的爸爸也吓出一身冷汗 这起意外发生在美国德州的野生动物园 两岁大的女童和父母一起坐车游园 没想到差点被长颈鹿叼走 索性妈妈反应快立刻出手 把女儿拉了回来 女童好发无伤有惊无险 你觉得你的衣服吗 是害怕吗 今晚长颈鹿让小女童好惊吓 不过买纪念品 女童还是选了长颈鹿娃娃 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确实要小心 进入夏季也是露营的季节 美国奥克兰动物园特别教导大众 如何应对野生黑熊 一旦宇熊正面交锋 专家提醒千万别逃跑 冷静才是上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